夜间人称地狱边缘的魔鬼教练迈克尔帕森尼尔 最创造冠军为名 而今天的这位荷兰籍选手 就得益于他的教导 在拳坛上快速地脱胎换骨 被他吊叫成了一位世界级名将 这位选手就是来自荷兰的皮特多叶 在拳击界人们称他为重炮手 可以见得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在赛前称重仪式上 他公然挑衅咱们的中国选手 说道败在我手里的中国选手不差你一个 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话 咱们的中国拳王回应道 我只能跟你说 你现在对上我 惨烂 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 听听这话多么的霸气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你都会为你说出来的话而后悔 他就是咱们的中国拳王赵重阳 被广大拳迷们称为冠军收割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新来的朋友点点赞关注一下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咱们中国选手的霸气 我们借着往下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 双方选手开始出场 率先入场的是来自荷兰魔鬼教练教导的 皮特多叶 皮特多叶最先主打的是MMA 很晚才开始接触并正式转战职业拳击擂台 当时他的教练就是业界人称的大麦克 在大麦克的悉心教导下 皮特多叶迅速成长 明白了很多打法缘由 确立了诸多技术动作习惯 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在这期间 皮特多叶击败了多位欧洲实力汉将 拿到了多次荷兰拳击赛事冠军 以及欧洲赛事冠军 之后还斩获了A1WCC UMC两大欧洲赛事的世界冠军头衔 在N2SAN WFL等欧洲大型拳击赛事中名列前茅 他曾数次来中国征战 展现出了惊人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 紧接着出场的 就是咱们的中国拳王赵重阳 赵重阳在中国自由活击界 绝对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此前没有金腰带再生的他 近两年却击败了一个又一个 各大组织的冠军王者 这其中就包括2017年武林峰六十公斤级 世界功夫王者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WMC世界冠军聂多刚巴 美国双料世界冠军乔格高 WBC泰拳世界冠军阿朗才 日本POK清亮级王者松原人志 更有一位七冠王者马克马伦 都相继败在了他的手下 这就是咱们的冠军收割期 赵重阳曾经还以34秒闪电 KO了欧洲知名赛事NFU3 先以世界冠军伊利亚斯恩·纳哈吉 当时震惊了整个欧洲搏击界 一世间名声水涨船高 但由于击败过太多冠军王者 再是在为他配对选手时 找的都是获得过同样拥有知名头衔的 这让他之后的比赛愈发艰难 种种压力没有击垮赵重阳 而是加速了他的成长 2019年1月在海南举行的 武林峰年中盛典中 判定赵重阳击败了WKL世界王者 西班牙选手乔治维尔拉 证明了自己仍然具备 收割世界冠军的实力 而且向着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头衔 发起了冲击 今天的比赛就让我们看看赵重阳能否继续收割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双方选手都已经登上擂台 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 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都没有急于上前 互相的鞭腿晃拳试探 赵重阳一记高鞭腿低上 再加一个飞膝 荷兰选手顺利的格挡下来 表现的也是小心翼翼 不敢莽撞 赵重阳继续压上 这次荷兰选手没有后退 而是和赵重阳缠斗在一起 两人都是紧紧地抱着对方 荷兰选手连续的顶膝 击打在赵重阳的腹部 双方都想尝试把对方抱摔在地 迟迟没有结果 裁判结状上前是一两人分开 重新对攻 双方不停地施展低边腿 踢在对方的身上也是啪啪坐下 两人再次缠斗在一起 互相顶膝 张弛了几秒钟后 裁判也是再次将两人分开 再这样搂抱下去 赵重阳就无法发挥自己优势 很容易就会被对手黏住 继续对攻 荷兰选手向后撤 有着足够的进攻距离 赵重阳一个跳膝冲上去 但却被荷兰选手用拳头搁挡了下来 荷兰选手顺势一个转身 都赵重阳的后面 紧紧地拿背 又被粘住了 荷兰选手左手紧紧地锁着赵重阳的胳膊 不给他反击的机会 连续地顶膝赵重阳的腹部 这时裁判又上前分开两人 继续站立对攻 赵重阳压上前 被荷兰选手一记重拳击倒在的 直接躺在了擂台上 裁判急忙喊话 怕荷兰选手上前不搅什么的 赵重阳也是快速地站了起来 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看来这位荷兰重抛手还是有点实力的 两人继续对攻 双方不停地边腿周旋 虽然都踢在了对方身上 但却不痛不痒 赵重阳一个快速地低边腿 踢在了对手小腿内侧 差点将其踢倒在地 但荷兰选手底盘还是挺稳的 就在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的时候 赵重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将荷兰选手逼到擂台的角落里 连续的顶膝 可能荷兰选手被顶得有点猛 只能紧紧地护住自己的头 赵重阳继续膝撞对方 重拳轰杂对手的腹部 顶了差不多有十下 荷兰选手终于是扛不住了 靠着神网坐在了地上 裁判上前开始读秒 最终荷兰选手也没有再站起来 经过裁判一致裁定 咱们的中国拳王赵重阳 TKO对手取得比赛的胜利 成功地拿下这条金腰带 荷兰选手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但却被赵重阳逼到这个地步 说明赵重阳为了这次的比赛 是做足了准备 冠军收割机的称号名不虚传 他成功地证明了自己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